从现场的表现中 我们不难看出 赵女士想要离婚的态度十分坚决 纵使一旁的胡先生言辞懇切 有心挽留 他也依旧不为所动 胡先生认为 妻子这般决绝 是因为有了第三方的存在 三年前 原本一向首识下班的妻子 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晚归 这敲响了胡先生心里的警钟 问题起觉于三年前 三年前我发现他 加班的时候 比如说床里面正常情况 九点钟下班 他会十一点钟 十二点钟回来 不加班 五点钟下班 他会八点钟九点钟回来 因为我对他不关心 骂他 骂他了 说话难听了 他生气了 就找了一个男朋友 有个真实的男朋友聊天 聊天之后 他们就发展到了 晚上回来 那个男的打声明过来 被我发现了 不敢接 他那个时候跟我说的 他们只是聊友 这肯定有问题了 就是那一天 去我姨妈家吃饭 我跟他两个在车子上 他叫我 找我姨妈给我发定位 他那个地方 其实大地方我知道 小地方我不知道 我说先走嘛 走到地方了 我再叫他给我发定位 就为这个事 他在车上就对我发火 他就这样骂我 也不是说我直接了整就骂他 反正就是说 以一句我一句 这样说起来 怎么 你说他太搞笑了 他骂人很厉害的 他骂我 贱人 卖货 骂得很厉害 无缘无故的就这样子骂我 十几年前都是这种方式 他对我 其实他 我跟他的性格 就是两个人说话 其实都很随便的 他只是 这是随便还是过分 当时那个时候 真没想明白 这就是你的习惯 当时那个时候 你是这样对待女性的 对他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从他之后 我就没骂过他了 从他见过之后 没骂过 不是一样的吗 真是好笑 没有 他没有 这件事情 你是有找别人去倾诉吗 对 他们不只是倾诉这么简单 我跟别人聊天 就是因为那时候 他都相当于 他对我的那种伤害 我就跟别人两个倾诉 那种 人家对我挺关心的 这种倾诉 他撒谎 跟他聊天之后 有个夜不归宿 他给我的理由 是在我表姐那里睡 怎么可能 我问我表姐 他根本没有去过表姐那里 那一次 我就是在他表姐那里睡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问他表姐 我不知道他表姐 是没理解清楚什么的 我就是在他表姐家里睡 那一晚上 我都跟他说了 我说敢对天发誓 我就是在你表姐家睡 他不信 我问我表姐 他说没有 没来 那是不可能的 结婚这十几年来 妻子第一次有了 夜不归宿的情况 这是此前 从没出现过的现象 这让胡先生 心中是警铃大作 无论妻子如何解释 他都坚持认为 妻子口中的那位 疗友 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同时也为了 抓住妻子的心 胡先生思索再三 最终采取了一个 令人匪夷所思的方法 跟踪 而且他也准备好了 要大闹一场 第一次跟踪他 骑电面车去那个男的那里 不是三年前的那个 我不乱说 我去了跟他去了之后 他车子停好 我要骑电车 等我车停好 我看到他进去了 我就不知道 他进去是哪个房间 因为是那个厂里面的 那个宿舍 我就在那个车子 外面那里等 他进去之后 没多久 半个小时 我就马上给他打电话 他还是不接 他说最后出来 给他一路出来的时候 那个男的走前面 他走后面 本来我当时的想法是 我手上一个手 拿了很大一灯石 一块石头 我想着把那个男的打爬下 但是那个男的又出来了之后 我又心软了一下 又想想小孩子又没打 这都是他自己的怀疑 如果真的我有男的 你打电话 我干嘛还有人家 给我一起出来呢 深干半夜的 深干半夜 两个人出现在那里 不是吗 我一般的话 都是11点那里都回来了 这就是第四跟踪 你后来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吗 我问他他不说 他不会跟我讲的 问他的话很凶的 我有个朋友是住在那里 但是我进去一会儿 我们就出来了 那时候我就发现 他怎么跟踪到我的车子 他就在我车子那里 我就看到他 我说 你怎么在这里 那个人是什么人呀 是我厂里的同事 为什么晚上会去一个男同事 那时候不晚 那时候应该才9点多 他直到现在都不知道 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都想打他了 还不是男的女的 都已经碰过面了 还不是男的女的 他那是搞笑的 人家前面一个路人 在前面走离我很远 他去把人家给 把人家都给吓死了 拿个石头 他问我 你认识他吗 人家说 我不认识他 后来人家走了 我是认为我没做什么 你误会就误会呗 你如果真的有什么 那你来找我说 那我是无所谓的 我没什么你说 你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对 因为解释没用的 跟他解释没用的 跟你说 因为他这个人 疑心很重 那如果没有解释的话 在胡先生心里 这个疑问值会更大 因为我没什么 让他解释 给他解释的呀